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二月十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与G7会议的有关情况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白宫在周日方面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周五与七国集团其他领导人举行首次活动 以虚拟方式讨论冠状病毒大流行 世界经济以及应对中国的问题 这次与世界主要民主市场经济国家领导人的虚拟接触 将为拜登总统提供一个机会 讨论战胜病毒大流行的计划 并重建全球经济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这样表示 白宫方面还说 拜登将在发言中重点讨论全球应对疫情疫苗生产 以及销售的问题 并通过建设国家能力 建设卫生安全基础设施 继续努力动员和合作 应对新出现的传染病威胁 此前前总统川普将美国从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中退出 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多边组织和团体也采取了不懈的态度 而现任总统拜登重新希望美国回到各种组织 并表示希望与盟友合作 在一系列棘手问题上与中国对抗 白宫方面说 拜登总统将讨论进行投资 以加强我们集体竞争力的必要性 以及更新全球规则 以应对中国等经济挑战的重要性 此前前总统川普通过征收惩罚性关税对于中国的贸易政策提出挑战 但是他也对传统盟友使用了这样的工具 没有与盟友采取更统一的方式 在知识产权盗窃以及其他经济不当行为等方面与北京对抗 因此招致批评 在美国国内 拜登正在敦促国会通过一点九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以重振经济并为那些受到疫情影响的人来提供救济 白宫表示在知识会议上 拜登总统将与同行讨论他的经济议程 并鼓励和所有工业化国家保持经济支持复苏 以及其他团结举措 同时气候变化也是重要议题之一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上周向同行发表讲话 呼吁继续提供财政支持 确保经济复苏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美国政治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美国媒体Politico的报道 文章介绍在参议院投票宣告前总统川普无罪后 众议院拉斯金与众议院其他残核管理人一起对记者表示 参议员们可能会对前总统川普弹劾案的有效性产生分歧 但是双方似乎对一件事持一致意见 这一章没有完全结束 在众多周日电视节目中两党参议员已知认为 应该对一月六日国会骚乱进行九一一式调查 此前川普政府散播了有关于大选的虚假消息 也将一并调查 当时参议员格雷厄姆告诉福克斯新闻的华莱士说 我们需要一个九一一委员会来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 并确保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我想确保国会大厦可以在下一次得到更好的捍卫 这样的评论是在参议院审判之后一天发表的 民主党人在周六决定投票 让证人在审判中发言之后又放弃 最后七位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起投票给川普定罪 比周二就审判前总统的核心性投票时还多了两个人 格雷厄姆是川普在参议院最强烟的盟友之一 也不是唯一一个希望调查一月六日骚乱的立法者 其他人包括拜登的好友库恩斯和迪恩都同意应该对当时的事情进行九一一式的调查 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卡西迪是为数不多投票给川普定罪的共和党人之一 他对ABC新闻表示应该对一月六日的事进行完整调查 既要调查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执法部门国民警卫队来动员 也要知道到底是谁在幕后做出了决定 这样可以确保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补充表示他希望向前看 不要让一月六日定义共和党的未来 参议院第二号民主党人迪宾则表示 他很高兴弹劾审判对一月六日的事件做出了说明 虽然参议员们对于这一次事件所投下的阴影达成一致 但是对于川普本人的政治前途却有分歧 格雷厄姆表示不同意麦康奈尔在周六的声明 说这位少数派领袖的意见在其党内不占多数 但是库恩斯说如果订罪投票是秘密进行的 那么就会获得六十七票 格雷厄姆还说川普仍然是共和党的主要力量 他将目光投向二零二零年中期选举 格雷厄姆表示在这样一个对于川普支持率仍然很高的党内 麦康奈尔对于川普的抨击性言论将使他成为少数 共和党人将继续争夺对参议院的控制权 格雷厄姆补充说他计划在下周与川普会面 他说他仍然是共和党中最有活力的成员 但是他的一些同行对此表示怀疑 南考莱纳州的前州长海利表示川普让我们失望了 走上了一条他本不应该走的路 我们不应该跟着他走 而在一月六日以来曼康奈尔本人则一直想让共和党与川普切割 马里兰州的州长霍根表示一旦成员们克服了对川普的恐惧 他希望共和党可以继续向前发展 他在CNN的节目中表示很多共和党人很愤怒 但是没有勇气站起来这样投票 因为他们害怕初选 否则就会失去自己的职业生涯 而科罗布查则表示 美国人民现在看清了川普的所作所为 终于怨怯称之为历史上对总统誓言的最强烈的亵渎 那些记忆将永远铭刻在美国人的记忆之中挥之不去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英国有关的消息 根据天空新闻报道 哈里王子夫妇发言人表示 我们证实阿琪准备做大哥哥了 反映人声明说塞克萨斯公爵夫妇现在正期待着第二位孩子 这指的是英国哈里王子与妻子萨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 他们宣布梅根再度怀孕 一岁的长子阿琪正式做哥哥 哈里王子夫妇的友人一位摄影师在推特上面公布了一张由他拍摄的黑白照片 在照片中哈里王子坐在草地上 而梅根坐在他的腿边 并轻抚着自己的肚子 即使目前英国王室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媒体之间的最新消息 这个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新媒体中国电缆The Wire China的最新报道 其中介绍川普政府期间中美记者关系越来越紧张 两国互取记者导致矛盾不断上升 而现在如何防止情况继续发展呢 文章认为尽管有许多记者和媒体都在批评川普政府的做法过于粗糙 并希望新政府能够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但是很少有人就如何解开僵局达成一致 坦率地说美国政府失算了 他们似乎认为当时驱逐记者的策略 或迫使中国更好的对待外国记者 但这只是给他们开了绿灯 把他们踢出去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的协调员巴特勒这样表示 他说希望现在可以有一个更理性的方法来设定现实的目标 有一些人希望新政府能够借鉴冷战时期的做法 当时美国与苏联达成协议 给每个国家分配同等数量的记者签证 前华盛顿邮报记者潘文表示 前进的唯一方法是我们这里有一百五十位记者 你们那里也得到一百五十个名额 潘文本人曾经在一九九七年到二零三年来担任北京分社的社长 他表示回到不对等的局面是愚蠢的 我们现在处于可以公平竞争的时刻 但是文章引述也有人担心 对等的框架可能会抱有一种零和心态 对于长期不利 尽管这对双边经济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可能会奏效 但是媒体准入方面的对等其实很难实现 首先这可能并不是平等交易 美国记者在中国挖掘出有用信息 远比中国国家媒体记者在美国挖掘出的有用信息 要多得多 其次美国和中国对记者的待遇 甚至谁有资格成为记者都有截然不同的做法 文长引述专家的话说 美国不应该把它框定为媒体之争 而应该看作是市场准入的问题 这种说法认为美国媒体公司 如果不能在中国收集和发布信息 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就像中国公司可以在美国筹集资金 所以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理由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义务确保 我们可以从中国记者那里获得信息 如果你想进入我们的资本市场 就必须给我们的记者以准入权 但是美国记者不仅包括商业和突发新闻的报道 还报道腐败人权甚至是政治动荡 胡佛研究所的访问学者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则表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让这些调查记者到处乱跑呢 我认为说服习近平扭转他的政策是非常困难的 这显然也不大可能成为他的优先事项 美中媒体之间只是庞大而且日益棘手的中美关系的一小部分 而且缺乏解决方案可能是未来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的不祥信号 文章引述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表示 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察点 我们能否在气候变化或者是核扩散等问题上进行合作呢 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人正在在记者方面走向新平衡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也不能解决贸易问题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